以往到光荣绽放来绽放自己的嘉宾 多半都是向我们展示自己 是怎样过五官斩六将的光荣的 而今天到这里来的这位嘉宾呢 却说他不想到这里来绽放光荣 而想说一说自己走迈城的故事 就这一句话也足以让我的内心 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所以我们同样要以光荣的方式 请他上场 欢迎你看眼睛 你看以前总是在荧幕上 看你演绎的各种角色 但是因为要采访你 我就认真地翻阅了一下你的资料 我才知道你不是学表演的 对 我学了影视制作 也是阴差阳错 然后最后还是靠表演吃饭 而且最令我吃惊的 你还画了一首好的美术作品 谈不上 我觉得只是爱好吧 就是小学的时候打下了一点基础 也许观众朋友心里这时候在想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所以一上场我们就得让你展示 你的美术功力 对 对 对 在我的拇指上画 然后画五个不同时期 我喜欢的动漫人物 哦 是吗 对 好 好 开始 好 开始 我得进水楼台先得月 哎呦 这还真是有点难度呢 是不是在手指上做画要求更高吧 刚才上台前啊 我跟那个一块来的朋友 打赌 然后做了几个佛撑 所以现在这个胳膊酸 哦 酸然后 就耽误事了 因为手会有点抖 这坏的是一个什么长皱纹的猪八戒啊 这个不是这个啊 猪八戒应该不长皱纹啊 这个是我上学前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 可能七零后的人都看过叫花仙子里面的反一号 娜娜小姐的助手薄奇 还扎个蝴蝶结 嗯 对 然后我想想第二个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 我估计好多人都认出来了 是谁那么聪明啊 戴眼镜的 是戴眼镜的 不是他就是这么个大圆眼镜 哦 他就是这么个大圆眼镜 我还说怎么不是长皱纹的 就是戴眼镜的呢 好机器猫啊 看着看着就看出带钩来了 这个机器猫 机器猫是我上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 这个有人猜得到吗 这个是一个特别喜剧的人物 鼻涕都流到嘴上去了 这个 这个真不是 这是嘴啊 这不是嘴 这个是他的 他的这个 球服 这是乐于兔里边的那个 普京 他叫普京 哦 你真敢起名字 五四七 五四七是他的预号 哦 你说电视机前肯定有不少观众和我一样看不懂这个 但是那看懂的人估计这时候特开心 这是乐于兔 这个我看看啊 大概画一个 哦 这个吧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有点难度低 现场电视机前有看懂的吗 这个 这个可能比较 这是女的吧 啊 他们太厉害了 这个是 现在最火的一个动画片 叫神头奶爸里边的那个 虽然长得不标志 但是挺开心的 哎呀赶紧的 谁把手机借给我 我得赶紧给拍下来 放到我的微信上去 现在不就流行这样吗 啥都用手机拍下来 放到微信上 今天这个独家 独家发表 潘月明的这个美术作品 手指画是吧 是第一次展示吧 第一次展示 真的第一次 那你这个版权今天能给我吧 给 这个是 现在最火的一个动画片 叫神头奶爸里边的那个 胶囊小工人 看 我们现在这绝对跟生活一样 人人都是大记者 人人都是大导演 人人也都是艺术家 人人也都是生活的主人 和好演员 这个是机器猫的作者 腾子博二雄 早期的作品 Q太郎 对 并拢了 让我完整的给你全部入画 真棒 你是不是应该在手掌上 写个潘月明啊 但是我认为是我的手的 我的手多少也比这迁徙点 真棒 好 马上发个 灰心上去 我自己拍一下 马上你就要很火了 演员 潘月明在手指上做 你知道吗 我最近我在手机上 我还先存了一个 来自俄罗斯的手探 画特别漂亮 一张完整的手 整个颜色什么 都是画俄罗斯的各种 现在这 对 现在这个有才气的人特别多 而且他们想象的这个 绘画的这个空间 也特别特别离奇 越来越 越有想法了 我自己就用 用手机的软件画过一些 大概 对就画的一些 这个这个是当年看完那个 满城近代黄金甲 然后在手机画着玩的 对对对 拿树叶子 这个叶子多漂亮啊 对 真好看被虫给吃了 对被虫吃了 真好真好 真好看 这个就可以看待你的这个 这个同子宫吧 也会同子宫 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也是 虽然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我觉得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保持这种 对同趣的这种爱好 其实作为演员呢 你干这一行可能压力很大 然后面临的一些环境也比较苛刻 所以保持一颗童心 或者说经常把事情想得简单一点 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 其实搞创作的人 保持一颗童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但是在今天这么一个浮躁 现实的社会里 保持一颗童心是挺难的 挺难的 但是看见你手上画的那些 对你印象最深的那些动漫卡通的那些作品 就可以知道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了 对 对 没错 这个一下就暴露自己的年龄了 其实原来看你的这个作品啊 给我最突出的印象 就是你那个自身的那种气质 所以你特别适合去演绎那些什么风流倜趟的 然后气质儒雅的 对 我觉得可能是形象的 这个其实是把我给圈死了 气质儒雅的多才的小生 也没有 您太过奖了 我对 可能是因为长得比较偏文静一点 只能暂且这么形容 所以就说经常接到的戏呢 可能就是书生或者说公子这样的 但是我有时候也跟制片方 我说我想演坏人 我想演恶人 不行 你还是演那个合适 就他们就已经这么框死了 所以自己有时候呢 虽然得到大家的一方面的认可 但是也觉得比较郁闷 对 对 我特别赞同 有一篇对演员外形的评论 那文章是这么写的 就是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 就我们国家由于文化的这个断贷和荒芜 所以产生出来的那些演员的气质 很难再能够找到那种风流倜趟的 玉树临风的 然后多情的这种江南小生这种形象 就特别少了 所以像你这种的 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珍贵 是很少的 没有 没有 您过讲了 你要真的想做一个长寿的演员 还是要不断地吸收新的理念 去寻求一些突破固有的东西 你会为自己感到很惊奇的同时 也会觉得自己这样去突破是对的 虽然这是演员对自身素质和创作的要求 但是可悲的是或者说悲剧的是演员这么一个被动的角色 经常会被自己这个固定的这个外形所牵判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就会想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这个演员的这个气质 其实应该跟他生活的那个土地是接近的 这个您说的太对 我深有感触 因为我是就是我祖籍是广东 但是我是在北京出生的 我妈妈这边都是北京人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圈子里其实真正北京的演员并不多 我是觉得我自己有问题 觉得这个圈子里其实真正北京的演员并不多 我是觉得我自己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北京的孩子他其实有一点逆来顺手 就是他可能对很多事情他不是很积极 或者说他更希望是一种很安逸 没有竞争感 没有紧迫感 其实我是这样的 我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我对很多事情我都做与不做 都是取决于自己的性情 那不叫逆来顺受 那就有天然的这种自我感觉的良好 其实自我感觉良好 其实说来好听 实际上可能真的是是一个很难逾越的一个障碍 就是养成这样的节奏了 所以真的就很讨厌 我最后悔就是高考的时候 我跟母亲赌气让母亲伤心 长时间的这个复习的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了 终于等到高考的时候 因为头天睡得晚没有休息好 然后母亲又怕我晚到 所以我就被她很早地吵醒了 然后做了很多早餐 让我希望我能够精精神神地去考试 但是我又没有休息好 所以就闹脾气 闹脾气说你不让我睡好觉 我就不去考试 所以是任性 真的是任性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也跟我成长的环境 一定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知道北京有分片的吗 什么生活在大院的 生活在胡同里的 或者是部队大院 机关大院 都气质还是有所划分的 你是属于在哪个区域 哪个氛围的 我是在最最北京的地方 就是北京的南城 有三分之二是在胡同里长大的 还有三分之一的生活 小时候是在跟爸爸一块上班 在机关 和那些小朋友一块玩 那当然就是说我成长的是大石烂 北京的前门楼子大石烂 没时间板张路这一带 那时候其实很多住宅还都保持着民国时期 桶子楼啊 妓院啊 临时地改成大家住的那种民居了 有些房砖上还刻着牌匾 就是特别纯正北京的地方 特别纯正北京的地方 真正的北京 对对但我自己小时候是不知道 我就认为整个北京其实好像都是这样 就那 对就是就是胡同绕着胡同电线杆子 连着电线杆子 我就认为这就是我生长的 你觉得那个时候你内心是快乐的吗 那会很快乐 小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 你们全世界就那么点啊 对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 干嘛天天要上幼儿园 不能在姥姥家玩 不能在家里玩 不行我得赶紧上学 上学以后家里人就管不了我 上学以后其实还觉得幼儿园好 因为上学还得学习更麻烦了 刚开始新鲜两天的时候 一两年级那学习相当的好 那班里名列前茅 经常拿着卷子回去险呗 到后来已经腻了 开始觉得啊 其实寒假暑假 然后就是每天就是上语文 上数学 然后慢慢成绩开始掉分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 哎呦上学好痛苦 什么时候才能过这一关呢 是不是以后 毕业上了班以后 可能就会更轻松一点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 在一年中把自己慢慢赶大的 人都鼠羊睡觉 看你赶大 对我是赶羊群 把自己赶大的 其实好像每一个现实的阶段 都不及以前回忆当中 但是现在就怕自己长大吧 对 现在真是怕自己长大 觉得哎呀 其实小时候那些苦 那哪叫苦啊 你知道吗 你一说到你那个童年的时候 你的眼睛都是发光的 发光的 我想象你那个童年 在胡同里 那个小野孩 野孩 绝对的野孩 对 早上就想奔出去 晚上就老不回家 以前学习好了 就是在家里呢 父母捏不着你什么问题 就觉得自己是还是比较有地位的 慢慢开始一点一点这个挨岔的次数多了呢 就开始抵触了 你那么想就想要地位 肯定的 肯定的 这就是北京孩子特点 从小就懂得地位 我就说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 像现在孩子有互联网 然后有那么多的娱乐的方式 我们没有 首先 没有什么经济条件 家长给五分钱零花钱 就已经开心得不得了了 你像我就是喜欢什么 跳跳房子啊 踢踢沙包 家长有条件地给孩子买一个足球 然后还得写完功课以后 才能到胡同里去提 就没其他可以玩的 可是那也怀念那个时候 可能物质不丰厚 但是呢可以撒花的玩 这会儿不懂得什么叫无聊 要不就是在家里写写功课 然后帮家里人干个活 要不就是坐在四合院 或者说马路牙子上 然后跟人家下下跳棋 拿个扇子 然后 坐马路牙子上都是老头的事 你怎么小孩在做 我们那会儿也不是马路牙子 谈不上就是路灯底下吧 因为胡同里有时候 大家为了省电 可能就是在那个电线杆子底下 然后就架两盘棋 然后要不你就看人老爷爷下 要不我们自己就有军棋 有跳棋 然后还有什么野兽棋 然后在那下着下着 然后旁边可能蹦出个蛆蛆来 然后就开小铲就去抓蛆蛆了 再淘气点就上房 因为我们那都是平房 一片连着一片就像海一样 开始上房 都是因为谁的沙包扔上去了 或者谁的球踢到房上去了 然后谁打的 谁敢上这个房 这个房的主任 这老太太会拿鸡毛蛋子追着打你 谁敢上谁就是爷 可能就是这样 可能就有人偷偷摸摸的 爬着电线杆子 看见了看见了 但是又够不着 那就上 真上了 你经常上吗 我经常 我后来经常上房 我是觉得上平房以后 我的视野不一样 因为大家平常可能都是平视的 但我上房以后 我觉得我可以俯视 我看到很多市井里面 生活 对 纷纷扰扰的这些生活的气息 我觉得真的很难忘 而且我们那会儿 其实你看每个院 都有那些大的枣树 大的鱼树 还有槐树 那会儿还有一个小学 还经常有那种 就是到了秋天 要同学上学的时候 经常到街上去捡一些树种 然后捐 捐树种 然后我们有的呢 捡是捡不着了 那就拿着竹竿的上房去够 然后就把那些 黄树的种子 一袋子一袋子往下挡 那拿的种子越多 那这越光荣啊 所以就是真的 就拼的可能就是 这私底下这点功夫了 有时候上房蹭破点皮 然后下来以后 还跟女同学显微的 这道给你 这道是我的 你拿多的 然后还带着点伤 觉得自己跟英雄似的 你刚才那个描述 太有画面感了 我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北京胡同里的那个人 总是那么多 那么热闹 是其实从小就是这个习惯 从小就是这个习惯 喜欢在胡同里串来串去的 对 为什么北京人有这个习惯 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娱乐场所太少了 太特别的少 对吧 然后我们中国人又喜欢交流 你知道我住的那个地方 其实大师那离 天文广场很近 然后我们只有老师 或者说春游的时候 才能去中山公园 和人民文化公园 但是我小时候 我就真的敢带着同学 一块去 其实说实话 超过一公里以外 范畴的就已经 算逆天了 就是让家长知道 那就是追着打的 我那会就敢挑这个头 然后说咱们去抓鱼 因为去那么远的地方 就已经很夸张了 我还以为你长的那个样子 是属于被别的同伴欺负的 没有 我也被别人欺负过 因为我小 我发育的比较晚 我小时候其实挺矮的 但是我骨子里还是挺顽皮的 有的时候在课堂上 跟谁发生矛盾了 然后人家下来 想欺负你一下 有时候我就想想办法 咱们俩先逃个劲 先和好了 要不然我借你块橡皮 或者说你画画的时候 我帮你画两笔 然后我抱负 我告诉他 上房好玩 他不知道 我带他上一个地方 你看那里 咱能逮着小野猫 他下的早 咱可以捡小猫回来 特好奇 然后带他上房以后 趁他不注意我就跑了 跑了不知道怎么下来 然后我就站在胡同底下 看着他在那哭 我就太开心 你知道吗 其实觉得自己小时候也挺坏的 其实我发现 这个小男孩的童年 几乎是和欺负人 被欺负的这个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都是迂回在这种智慧当中的 这个时候是在胡同里 还是在大院里 这个应该还没有上学 哎呦 这照片都这么大 毛鼻子 难怪咱们身上有那种 儒雅的气质 哎呀其实其实对我爸是去 他是相对比较斯文的 他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他呢就是书法写的还特别好 我们在四合院里 他就特别希望向邻居证明 我也会写书法 所以你知道我应该是 不到三岁我就已经拿起毛鼻来了 嗯 这应该是我 四岁左右的时候 天哪 那时候就有镜头感啊 你看这个 对 就只能感谢当年的摄影师 我爸爸带我去这个北京照片馆 还是首都照片馆 拍的这么一张照片 真的 下面的字帖就真的是我的字帖 我看你这是童年也就足以值得光荣了啊 小伙挺帅的 现在长跑了 那个时候你爱吃什么 喜欢什么呀 你有什么偶像啊 有什么梦想啊 我们小时候除了看的动画片啊 那一波什么花仙子啊 尼尔斯奇俄旅行记啊 森林大地 影片可能看的是一些电视剧 雪仪 加利森赶死队 但是当时我是 那时候你太小了 很小 那是我们看的 还有什么 霍元桨 哦 霍元桨 陈真传 那小时候你爱吃什么呢 仔细想想小时候有什么 那会儿商店 胡同里的商店叫合作社 对 我当时还亲眼目睹了 那个合作社的那个 那个叔叔追那个偷烟的贼 然后胡同围的满满的 看他们在那 为了几包烟在那 你来我往的打圈击 然后那会儿有动物饼干 然后有运动巧克力 但其实对我 就是影响最深的 我就是到现在都馋的 所以是那会儿叫杏化煤 北京的 叫杏化煤 是很普通的塑料袋 然后打上彩色的字 是不是就是那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煤吗 其实就是现在 我们看到的画煤 但是小时候的味道 我现在这么多种画煤 成千伤万种 我就找不到 找不到那种感觉 那种又酸又甜 又甜 酸的甜甜的 关键是它这个酸甜劲 是到心里面的那一种 我的口水都出来了 应该还有一点点奶油味 对 一毛二一包 然后 对 因为我刚才讲过 咱现在是说煤之客 说煤之客 说煤教科 对 而且小时候 因为可能是缺维生素 还是什么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很多男孩子 女孩子都会嘴裂 嘴就肿起来了 然后就是树的裂缝 你不说我都忘了 对 经常就是跟黑人一样 那么厚 就去现场 什么去现场 去些上学去了 背个小绿军包 对 性化煤就是上火的东西 而且它是用盐腌制的 你知道吧 但是真馋呢 有时候你买到了以后 你嘴很烈 但是那会儿也没有说 你嘴烈了 你有什么药可以处理 那会儿家长就给的办法 就拿筷子 蘸在瓶子里一点香油 给你涂到嘴唇上 对吧 能够润一下 也没有其他的护肤品 那就真的是 为了这包新化煤 就是买了以后 咬牙买了以后 就是说嘴都已经裂了 我是先吃 还是先回家抹油 我就挣扎 挣扎走到路上 回家路上 攥着这包新化煤 都攥出汗来了 还是先尝一颗吧 就搁到嘴里 老北京太干燥了 对 你想那个盐呢 一杀这个裂缝啊 哎呦 疼的眼泪都出来了 是又好吃啊 然后疼的又掉眼泪 无畏俱全了 化煤在里面 然后还往家冲 往家冲上抹上香油 都不舍得吐 恨不得都想把那个 横完了以后 把那盒子一块 嚼了给咽了 我很奇怪 因为我们是女孩啊 而且我们是生长 在南方的女孩 爱吃化煤 我那时候记忆就五分钱 从妈妈那儿要五分钱 我立刻能想到 我有五颗化煤可以吃了 而且你刚才说 那壶咬完以后 里头流出来的那个水 是酸酸甜甜的 你说你一个北京男孩 你怎么也爱吃这个呀 小时候其实真的 好吃的东西并不多 一毛二的还有雪糕 老太太推着一个白色的小车 上面盖着白色的被子 然后自己戴着白的围裙 中间有个兜 就跟鸡鸡猫似的 放那种钢盆什么的 然后大家想这样的串 奶油小豆的 小豆奶油的 对 都是这样含 你的那颗心 就是属于演员的那颗心 从事这种创作的人 才会对这样的生活 特别敏感 可以回忆的事太多了 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长大 回忆什么 但咱们不必替人家担忧 人家自有人家的回忆 我们导演说了 说你不想来绽放光荣 我想还有这么一个嘉宾 其实我原来遇到过一个嘉宾 说光荣绽放 不行太骄傲了 我不敢去 因为我知道这个节目 其实收视率特别的好 而且这个名字真的挺宏伟的 我觉得自己 好像没有资格去谈这些 刚才那些多精彩啊 那还不光荣吧 对 只是小精彩 我也曾经 因为我想采访一个人 然后我就看了他的书了 后来我就说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书里头 总写自己的好呢 我们所有的人走到今天 不是无数挫折 或者是失败 才让我们走到今天的吗 为什么我们老写自己 都那么好 都那么光彩 谁相信呢 后来那个人立刻就说 你这个问题很厉害 我不再接受你的采访了 因为我不能上节目中说这个 但是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人的书 这个人当然就是普存心 其实原来我们是邻居就很熟 但是我对他敢于在自己的这个自传中 直面自己的那种挫折问题 那比你这个 那可是要致命的多 致命的多了 而且也放得开的多 普存心了 因为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在我心目中一下就站立起来了 真实 对 我就觉得一个人敢面对自己的失败或者是自己的短处 敢面对甚至敢拿出来说才是一种成长 还是才是一种从心里站起来 才是一种真正的释放 才有可能有新的起点 然后你说我不谈我光荣的事我想去谈谈我的失败 哎呦 当时我听完以后真的心里真是觉得哎呦给你竖大拇指 我说一个人愿意在这么公众的舞台上啊 直面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失败和走迈程 我说哎 我要跟他沟通沟通 我就说哎 潘月明有什么失败啊 不就有一点小小的挫折吗 我真的想问了在你的心目中什么叫失败 你的心目中什么叫失败 什么叫成功 咱们先说成功 成功我觉得其实太广义了 我没办法去定义它 但是我觉得可能失败在我心目当中可能会更具体一点 其实我知道成功这个是挺广义的 你讲的特别对 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把这广义稍微给锯了一个胶 好吧 我们从网上找到了一些对成功的这个定义 你看你认同不认同 成功男人应该做的事 嗯 事业永远第一 别太相信爱情 你不要沉迷于任何东西 不要太注重自己的外貌 要保留一点童心 这是成功吗 成功男人应该做的事 事业永远第一 这是我我我认为是应该把事业放在第一 难道你没有吗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演了这么多角色还居然没把事业放在第一 你 你纯粹是性命啊 角色多只能是就是工作量在那呢 但是并不代表事业就放在第一位 我希望能够把把事业变成自己的第一 你就已经觉得自己事业没有放在第一了 别太相信爱情 这话就是成功男人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够积极 但是这个有深度这话 有什么深度 因为别太相信 相信和爱情之间应该加个什么样的爱情 因为爱情它不会永存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 如果说一个成功或者说事业心第一的男人 遇到了非常非常难得的爱情的话 他可能就损失掉第一条了 因为事业就不会放在第一位了 第一条没有了 他就不可能具备成功男人的第一条这个条件了 因为男人嘛 他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女人 或者说特别特别让他自己满意的女人 能够让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交代在这了 是特别开心的事 但真的很难 我觉得女方也是这样 不要沉迷于任何东西 人是很容易上瘾的嘛 好比吃 其实意思就是说成功男人要自律 什么拿着起放得下 什么东西都不会特别影响他前进的步伐 这个太难了 这纯粹是完人的 然后第四条 不要太注重自己的外貌 为什么呢 我就不了解 我得采访一下您 您觉得能够注重自己的外貌是成功的一个元素吗 我们女人可能一开始会被 其实包括男人对女人也一样 一开始你会看她的外表 但是有了一段接触交流之后 你更在意是她内心流露出的那种 内心的真的品质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句话不准确 其实男人更有价值的是内在 但是我觉得外貌还是要 起码你要工整 对 你可能不会有多炫 但是一定要工整 起码要给人印象好 第五个要保留一点童心 这条我有 你做到了 上来就已经体现过了 上来就五个童心 说句实在话 我觉得她举的这个例子 都不是特别的精准 不精准 而且经不起那个 推敲 严谨的推敲 对 如果这样就是一个成功男人 我觉得也太浅薄了 是 但其实这五条已经很难做到 那我们再看看 所谓的不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希望不要符合我的态度 失败者的特征 怨天尤人 不可面对现实 不可面对现实 三 迎难而退 拒绝挑战 四 没有目标 瞻前顾后 五 认为总有人比我差 怨天尤人呢 我觉得可能这条 我不是这样的 不要过多地去抱怨吧 因为我生活里 也有很理性的一面 就是他出现了 我会先告诉自己要接受 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 对 所以就说 哎呀 都怪你呀 都是你呀 都是那个 我觉得这个 不像一个 别说是失败的人 我就不像一个男人 对 不可面对现实 不可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 就跟第一条一样 对 迎难而退 拒绝挑战 没有 我其实是 哎呀 怎么说呢 我 我就是因为 好奇心重 所以就出问题 我曾经出过车祸 其实已经知道 那个地形 不能那么开车了 但是我觉得 我有把握 我愿意去挑战一下 老天还给我一个 吃一千 长一智的机会 没挂得不错 然后能有目标 真心过后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这样的 断断续续 我觉得跟我的性格 有关系 选择性强迫症 就是我有想法 而且我有很多想法 但是我不知道 到底应该用那个想法 我不坚定 而且我对每一个想法 我都没有控制感 就是老百姓 就说白了 就是磨叽吧 其实自己也抓心脑费 他说你赶紧的吧 干嘛呢 一天到晚 那怎么什么事 都老是这样啊 没主意 没主意 就是没主意 为什么 所以说要善于选择 学会选择 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 对 所以我身边就有朋友 跟我讲 其实说人这一生 其实就是要靠选择 如果错路走多了 就是因为选择出问题了 总认为还有人比我差 我也不是最差的 没有没有 我从来 虽然上房是居高临下的 但我生活态度很端正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 受的最好的教育 就是谦虚 对对对 我们思想 那个时代不允许骄傲 对 其实我觉得 他这里头有一个提示 挺好的 就是成功男人的素质 细心 细心 我有的地方 细心很细 有的地方 我很粗心 其实我觉得就是严谨 然后诚信 诚信是一定要有的 你实施求是的态度 就是诚信 对对对 这个是铁打不动的 而且有胆识 胆识分事 你要让我跳老虎坑 我也得想想 然后沉稳 敢担当 大度 这些其实都是要过事的 我觉得这上面应该再加一个字 就是善于选择 勇于选择 我自己的理解 要慢慢承受的理解 就是不能私心太重 你曾经私心太重吗 没有人不自私 没有人 天气 没有自私过 你的自私到底能够对你有一个很长远的好处吗 自私只能是害了自己 更担当一些 更大度一些 可能你得到的信息和资源就会更多一点 我觉得关于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它都是不够精准 不够绝对的 起码它和你都不能够完全对照 但是你已经跟我们说了 你要谈谈你的失败 你认为你的失败是在哪些方面 其实真挺多的 我从上幼儿园到中学 到走进社会 各种失败 我觉得人成功只是 大家看到的闪亮的那几个点 但是这几个点 它之所以能够闪耀 是因为它有大量的失败的尸体在下面 累积起来的 想挣钱的时候 也是跟同学一样 然后买了一台这个照相机 到处满街去拿纸写上名片 谁谁工作室 其实就自己一个人 然后当名片到处去发 这我比照相馆便宜 那边也会面 挺尴尬的 这只能算是小小的走脉城 其实我觉得自己真正 这个脉城是家庭这一块 家庭这一块是个脉城 就觉得自己不够细心吧 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点 然后来分解工作和家庭之间 所幸还是自己能明白 明白自己出问题了 让自己尽快回到正确的轨道 朝着正确的方向再去发力吧 我感觉你是个内心非常敏感的人 还行还行 那些消极因素可能更容易影响你 对 我很容易被人带 可能你很回避的那件事 实际上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件事 我是觉得你很成功 当我看见你们两个相爱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很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你和你爱的人走到一起了 你爱的那个人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喜欢他 可是他当时他属于你 而且你和他有了孩子 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谁的生活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 都会有一些这个变化 我们因为什么我们分手了 但是谁没有失败过 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激励我 就是说你如果和这个人分开了 也许你失去的是一个已经不爱你的人 你如果和这个人分开了 也许你失去的是一个已经不爱你的人 但是那个人失去的是一个非常爱他的人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那真正的失败是谁呢 真好您说的 因为谁都想要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 对 但是很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自己也有很多这个在家庭方面的不足 所以我觉得可能走到今天也许不是个偶然 事情也都过去一年多了 所以我觉得为了长辈为了孩子去多想一想吧 就是自身的问题呢 能解决就解决 如果不能解决呢 也就先暂时放一放 关于夫妻相处 我觉得这不光是你的话题 几乎是所有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逃不掉的 逃不掉你知道的吗 我最近刚刚看见一个短片可以放 太理想化了 其实老百姓自己营造出来的 都是高于自己生活 真正的过日的 其实就是鸡毛蒜皮过耳瓢盆 没可能还像谈恋爱的时候那么浪漫 浪漫可能对有的人就不重要 但有的人非常重要 很在意 对 可能会很在意 你在意吗 我觉得我不是太浪漫的那一种人 我听你对前面自己的介绍 我觉得你很浪漫 真不算是 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有这么一两次 我觉得已经够折腾的了 其实关于这个夫妻相处吧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男性和女性的这种天然的敌对 就是我觉得 你看我感觉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男性 就把爱情和婚姻当成一场战役 就是当你爱这个人的时候 你觉得把他得到 好了不能再好了 对 结婚了这事就算完成了 然后我就得去干别的事了 可是女人是把爱当成一生的追求的 所以当他 真的是这样是吗 当然 所以没拙 他突然发现 你对我的爱和我想要的 或者和你当时所表达的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一落千丈失望 有的人会妥协就这么混吧 但有的人就不 在不停地追求 你是那种把爱情当战役的人吗 我真没有 在恋爱阶段我们都会感觉很好 毕竟过日子嘛 他还会慢慢趋于平淡的 那么可能到后期的时候 我的这种保护的这种想法就会少很多 可能忽略掉了吧 这就是我很粗心的一面 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 跟自己的经验啊 包括心智啊 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不懂得拥有的那个可贵 所以不够珍惜 对对对对 这是我的错误 只要是还明白这个道理了 而且还都健康地活着 我希望能够好好的去 珍惜这样的经历吧 你说你这个多可贵啊 你能够特别坦然地 面对这么多人 说是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很可贵的一个 品质很好的一个男性 我不是想把这失败累积多点 突然有一天发光了 你知道就是当你们两个相爱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什么 哎呦真棒 完全可以找更有钱的 更有名的 更有权的 但是没有找了一个 可能是谈得来的 可能是相爱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爱情的结合 我们也不是给外人看的 只是大家吧 我们可能想象的特别特别完美 特别特别美好 但是我走到今天 我也知道再浪漫 我们也脱不开一个实际的生活 对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喝水 我们要抚养老人 我们要让孩子成长 我的问题就在于 过于单一 或者说过于趋于平淡 或者说太安逸了 这只是自己人生历程的 一个课堂而已 谁说人没有尾巴 这不就是男人的尾巴吗 我觉得不光你 我还有电视机前 有很多人都需要在这个课堂里 很好的学习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题目 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夫妻长久的招数 了解丈夫的需求 丈夫需要被宠拜 被理解 是吗 我觉得是吧 可能是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 家庭的地位 其实还挺重要的 你希望自己的爱人 能够认可你 甚至于说崇拜你 当然我觉得是相互的 并不是那种压倒性的 我觉得尊敬就可以了 不要太崇拜了 是吧 被尊敬被理解 日子还得过 你这个写好了 没有用的 它毕竟不是法规 对吧 然后读懂妻子的需求 安全感和被宠爱 这对太准确了 对这个观念 好像一直都有 对 其实你说今天的女人 多独立啊 对对对 就是女强人 其实内心 她还要去寻找一个安全感 我觉得人性很复杂 尤其是恋爱中的女人 就更复杂 所以我觉得简单的几个字 是没办法定义的 夫妻之间的一些问题 就范指吧 就是夫妻之间在一起生活 它肯定有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有沟通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给删掉了 什么 就是性的问题 因为性 我要删呢 我是想到的是浪漫的问题 对 我们是觉得有性的问题 太私人了 不必在这里谈吧 其实是这种回避 是不实事求是的 经济问题 这个经济问题指的是什么 可能家里有工作的主力 但我们不存在 因为我们都是做这一行的 我觉得是沟通的问题 沟通太重要了 但是沟通多了也不行 你沟通疲了的话 说话没用 我曾经听你说过 你最大的财富就是感情 我理解 那你现在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呢 我最大的财富还是感情 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 我可能就是在感情里面活着 我就是依赖不同的这种感情 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来说 我明白父母的爱的重要性 然后家庭 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不是一个浪漫的男人 但是我觉得爱情是很重要的 一个值得期待 或者说一个朝着正确方向去的 这样一个爱情经历 对一个人的一生 包括他的事业 包括他的人生观 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还有就是你遇到难处以后 身边的这些友情 人生不可能缺少的 就是亲情友情爱情 我们还会在拥有爱情和家庭生活 再次拥有的时候 你会修正自己哪些方面呢 您这个话题应该算是科幻小说类的 没想过 真的没想过 太好了 我觉得修正自己是必然的 出问题一定是有错误之处 如果说你一直活在以前的世界里 别人的能量再大也帮不了你 自己其实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 找到出问题的地方 然后铲除 然后踏踏实实地上路 我觉得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我有很多事情想忙 我就让自己非常正确地转动起来 我就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其实我觉得对像你这样的人最大的财富 就是经历 真的是 因为毕竟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 大家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安逸 更多的是平衡 但是我的工作属性是一个演员 我需要在不同的系种里面 体会不同人物的生命 体会他们的那种生命的流淌 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精力 你参与这个前期创作并主演的这个怒放 是什么时候开始面向观众 应该是在11月22号 对 马上就要和观众见面 怒放 我觉得比绽放 还要热烈 反正都是放 反正都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对 每一个人其实可能你都很压抑 或者说有一些不快的地方 但是他都需要释放出来 当我们真正打开 面对自己的环境和自然的时候 我觉得你会看到一个更不一样的自己 我知道在这个电影里 有这么一段话对上了 典型的失败男人的话语 这是MTV的时候前面加了一个前缀 对 不完全是新生 有 一定有 因为这首歌写的其实特别好 青春再见 很好 月中要在北京办怒放演唱会 到时候我也会现唱到时候 如果有时间到时候请您去 好啊 好 去公体去听一下 好啊 11月14号在北京 11月14号 对 崔剑啊什么老郎他们都来吧 其中包括演员潘月明是吗 对 我我纯粹是打酱油 但是我特别喜欢你最后这句话 你说今天我要怒放 你为自己未来的怒放有具体的设计吗 这句话每天念每天都在怒放 怒放这个电影我就已经参与策划了 然后后面我可能 之前上半年我也有在写剧本 招兵买马 好好地在电影领域里完成自己的理想 而且我还有梦想 就是我希望能够参与好的动画片的制作 都好 所以哪是什么失败啊 我感觉是你又有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春了 没有没有 我只是对这些感兴趣 然后我讲出来 我希望我能够说到能够做到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谈话给我的感觉 就完全是正能量的 无论是对你还是对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他感受的一定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对 很多人也很关心我 所以我希望让他们看到 我已经把负能量消化掉了 我希望让他们看到 能够让他们很积极的东西 而且通过今天的谈话 以往我都是看你眼的荧幕形象 今天我接触到的这个潘岳明 我感觉到他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 而且是非常真诚 自省 冷静 然后又敢于面对自己的所谓的挫折 我觉得天赋谈不上 但是我会像您所说的 我会去真诚地去面对自己的工作 好 不管是怒放也好 还是绽放也好 还是腾飞也好 我都希望能够看到你 一天比一天更快乐 谢谢 太谢谢了 也希望这个节目也越来越怒放 好 谢谢潘岳明 谢谢你